第八十五集 布局 第五清柔能上当吗 铁补天自然知道楚阳是在为他梳解心境 不由得笑道 楚一座放心就是 姑说话还是算数的 一边说着一边走了出去 葬了唐先生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外面等候的只有两个人 程子昂与陈宇同 二人答应一声亲自去办 铁补天沉默地走了一段路 突然转过头问楚阳 唐先生就这么死了 那他的家人 楚阳沉默了一下 据我猜测若是不错的话 唐先生现在的家人 未必就是他的真正家人 像他这种人 不会做出这种断子绝孙的傻事 现在那宅子里的人若是没有了 那就是真的 若是还在 就肯定是假的 铁补天点了点头 不错 不错 查 不多时 调查人员回复 唐先生的儿子和夫人都在家里 楚一座认为 铁补天以征询的目光看向楚阳 楚阳叹了口气 他们现在还不能死 唐先生死的消息 要尽量保密 留着他们母子在 不管是真是假 或者可以让第五轻柔上一次大当 当然 若是第五轻柔派人来接 那就无论如何都要留下 或者杀死 但若是不来 就可以证明是假的 那就看他们自己了 铁补天走出几步 迎着梁峰深深的吸了口气 很显然 牢房内的残酷一幕 让这位养尊楚优的补天太子 还有些不适应 他能忍住 已经很不错了 过了一会儿 才转过头看着楚阳 楚一座 你认为 若是我们将唐先生 在我们手中的消息放出去 第五轻柔会不会派人来救 楚阳呵呵一笑 现在的铁补天 终于恢复正常 不再是刚才那个心软的铁补天了 而他恢复之后 第一个想的 就是利用这件事情来打击对手 消息是要放出去的 第五轻柔会不会来救 这点我不敢断言 但唐新胜 定然是第五轻柔计划中 最重要的一员 这一点 无可置疑 楚阳露出一个神秘的笑意 随即谈道 可惜现在死了 铁补天沉默地夺了两步 边境有消息 第五轻柔命令 大赵北方的五大军团 同时推进一百里 与我军遥遥对峙 已经是剑拔如张 为了这件事 龙城皇叔 已经于今日下午 快马捡从返去前线 铁补天沉思说道 第五轻柔一直没有动静 现在却突然来一个 五大军团调动 会不会与唐新胜有关 楚阳心中一震 他突然想起 第五轻柔写给唐新胜的 那张纸条 那潦草的字迹 第五轻柔会不会为了唐新胜 而出动大军呢 楚阳心中一动 若是真的如此 那么自己的计划 大有成功的希望 铁补天并不知道 自己截获了第五轻柔的密函 却也能够提出这个问题 而且虽然是疑问的口气 却也带得几分肯定 那么铁补天分明是看破了这一点 看着楚阳成竹在胸的样子 铁补天目光一闪 楚一座 貌似现在有些麻烦吧 要不要我派两个人保护你 敌人高手如云 可是不容忽视啊 不必 楚阳一口拒绝 眼中闪过了一丝飞扬的神采 他很想答应 铁补天说派两个人 楚阳自然知道他要派的是谁 现在空气中似乎已经充满了山雨欲来的沉重 铁补天若是肯派人帮忙 这次危机自然能够度过 起码不会那么危险 但楚阳也清楚的知道 铁补天的安全比自己要重要 第五轻柔派人来 若是发现铁补天的护卫在自己身边 那么铁补天可就危险了 再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强者之心 若是这次接受保护 从心态上来说就是被人保护 失去了那种无所畏惧的锐气 这样会导致自己冲击巅峰的时候 形成心魔 不管如何 不管怎么样的强敌 自己总要先去面对 若是连面对都不敢 那才是真的毁了心境 强者之心就要无拘一切 楚阳露出一丝自负的微笑 生死在这样的心态面前 皆不足论 强者之路 本就是步步都是生死难关 难道每一次都要依靠铁补天不成 铁补天看着楚阳的眼中闪过的一丝 直遇事件天下的神光 不由得眼中也略过一丝异彩 轻轻地叹息一声 不再言语 铁补天走了之后不久 乌倩倩从楚阳望的房间中走出来 手中拿着一张纸条 看到的人 心中都狠狠地打了个冷战 这次又要对付谁了 这上面是几个家族的名字 吴浅浅将纸条交给程子昂 玉座吩咐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不管动用多少人力物力 都要将这些人完全掌握 但是先不要动手 也不要让他们警觉 程子昂结果来一看 一张脸顿时就变成了苦瓜 上面林林总总十几个人的名字 还有几个家族 让程子昂天旋地转 只凭烈雪的四十几号人 要做到这一点 实在是太难了 这次行动 天机堂配合烈雪堂行动 吴倩倩的下一句话 让正在一边窃笑的陈宇彤 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程子昂与陈宇彤对望一眼 都是长叹一声 哥们儿 同病相怜呐 这上面的名字 正是当初为唐新胜提供证明的人 或者说是唐新胜一系的人 从唐新胜进入景观城开始 所有人被楚阳在这张纸上一网打尽 另外 处于做药的东西 让陈堂主赶紧送过去 陈宇彤愣了一下 火烧屁股一般的跳起来 冲回了天机堂 紧接着 她的声音就气急败坏的响起来 快点 上次说的事情现在收清了多少了 赶紧呢 赶紧给我拿过来 片刻之后 陈宇彤捧着一叠厚厚厚的资料 满脸惨笑的走进了楚阳房间 宇作 宇作 陈宇彤有点点头哈腰的启示 这滑稽的样子 让吴倩倩扑哧一声的笑了出来 干脆就趴到了桌子上 多少 楚阳眼皮不抬的问道 一共是137 陈宇彤干笑着抹了把冷汗 唐新胜做官十年 连手令带奏折 还有平常在家里写的字 就这么点 楚阳的脸隐藏在面具后面 看不到什么表情 但声音却骤然冷了下来 这个 呃 陈宇彤大汉淋礼 不得不说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少了 天机堂这段时间忙得很 楚阳交代下这件事情 陈宇彤以为不怎么重要 只是随便的交代一句 现在 却顿时尝到了苦头 你们天机堂 这次陪同烈雪堂出任务之前 每个人的功力等级 都要报到我这里 楚阳淡淡说道 任务结束的时候 我要看到天机堂 每个人都提升一个品位 若是有一个人没有提升 陈堂主 届时我会召集整个补天阁的新旧人等 扎起台子 看着你脱光了衣服 在这台子上跳个舞 庆祝庆祝 啊 陈宇彤顿时傻了眼 他一声惨叫 去坐 不要还欲坐 就这么定了 你们去吧 楚阳不容分说下了结论 转头对着吴倩倩 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半个月之后 看陈堂主跳舞 吴倩倩忍住笑 答应一声 站起来就往外走 吴姑娘 吴姑娘 姑娘 陈宇同事急得脸上汗珠子扑扑的往外冒 楚一坐 楚一坐 楚爷爷 你不能这么残忍啊 我 这让我如何做得了主啊 还不客气 楚阳看着面前的资料 波澜不惊 吴倩倩赶忙走了出去 楚一坐 楚一坐 陈宇同真哭了 这提升武功品位 难道是我说了算的吗 我相信你 你能做到 楚阳信任的说道 然后两眼一瞪 再多说一句 现在就看你跳 陈宇同顿时将出口的哀求吞了回去 那目光 就如同身归怨妇张着嘴看着楚阳 终于 颓然的垂显了头 一会儿之后 院子里面轰的一声轰动了起来 很显然 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陈宇同沉着脸走出去的时候 天极堂所有人都感觉到风暴到来 从现在开始 天极堂每个人的训练强度加大十倍 半个月之后 若是还有一个人没有突破品级 那么本堂主上去丢脸 你们全体人等一根别想好过 陈宇同咬牙切齿 如同发疯 顿时 整个天极堂一阵鬼哭狼嚎 程子昂率领烈血堂的人 一个个抱着胳膊站在一边 笑得见眉不见眼的 程子昂看着自己的烈血鼠下 露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哎 你说 陈堂主的屁股白不白啊 那还用说了 肯定白吗 未必 我看陈堂主的脸就很黑啊 堂主你这就不懂了吧 脸是脸 屁股是屁股 两回事嘛 这么说 陈堂主的脸不是屁股 程子昂摸着下巴一脸纠结 堂主果然高明 这么深奥的问题 竟然立刻就想出来了 哪里哪里 不知道陈堂主屁股上 有没有痔疮 程子昂摸着下巴一脸的遐想 身边几个烈血杀手 都抱着肚子笑了起来 陈雨通气冲冲的带着一帮 如要死了娘一般的 天机堂情报人员离去 几乎就是紧接着 天机堂的院子里面 就传出来鬼哭神嚎一般的嚎叫 大殿门口一闪 一张冷森森的猙獰面具 出现在门口 所有笑声顿时戛然而止 你很高兴吗 程堂主 楚阎望特有的阴森低沉的声音 响到 啊 不不不 不高兴 不高兴 程子昂张口结舌 连忙拾口否认 心中暗暗后悔 太得意了 居然把阎望也给惹出来了 这事以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这次任务若是完成不好 若是在我下令收网之前 被人发现了身份暴露消息 楚阎望 阴沉沉的说道 我也很期待看到程堂主 在高台上的光屁股呢 届时 我一定请太子殿下来参观 说完这句话 楚阎望冷哼一声 一甩袖子 阳长走了进去 程子昂顿时就嘴张得比鸡蛋还大 两只眼睛几乎凸了出来 欲哭无泪 这 这是咋说的呢 就算是乐极生悲 也没有这样的吧 很快院子里面传出了程子昂的爆吼 你们都听到了 都满意了 一帮混账 给老夫惹来这么大的祸事 你们等着吧 你们 要是任务完成不好 我一个个扒了你们的皮 众杀手同时低头 人人都在心中付费 什么叫我们惹来的 刚才就是你程堂主的笑声最大吗 第8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没关系